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苹果6SP无线跳SIM卡的一个维修案例 首先我们先开机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 我们现在没有装SIM卡 这里提示尚未安装SIM卡 正常机器它只提示一次 但是这台故障机它反复的提示 我们把这个点忽略 你看又开始提示 在这里反复的提示未装SIM卡 还是提示 好机是只提示一次 这台故障机反复的提示未装SIM卡 然后我们把这个故障现象就简称为 无线跳SIM卡 这个故障 那么根据经验呢 我们这个故障引起的最多的一个芯片呢 是U5411-RF 首先我们先测一下这边的三伏的供电 先测一下这颗芯片的三伏的供电 基本上是正常的 再测一下它这个1.8伏的供电 1.8伏的供电呢 显示1.75伏 1.18伏 然后1.18伏 1.8伏这一路供电呢 偏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下1.18伏的这一路供电的对地阻值 首先我们把这个主板呢 先拆出来 测对地阻阻值的时候呢 不要夹电 断电的情况下测对地阻值 我们来看一下1.18伏这一路供电的对地阻值 明显的偏低 显示0.0几 所以呢我们确定 这颗芯片呢 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先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再测试一下 这个芯片呢是卫号是U5411-RF 它是天线匹配控制IC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呢 这颗IC呢特别容易坏 损坏之后呢就会造成这种无线跳CM卡的这种故障 当然这个故障其他地方呢也有可能会引起 我们先拆这个芯片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因为这颗芯片损坏的概率呢是非常高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颗芯片呢特别容易坏 所以我们先把这颗芯片呢先拆下来 我们再确认一遍 确认这个地方呢确实是短路了 不过这里的短路呢它没有完全短路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压呢它是有的 但是对地阻值呢偏低 比正常的对地阻值呢偏低很多 我们先把这个芯片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再测量一下 我们用这个手术刀片呢把这芯片先撬下来 拆下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芯片下面的焊盘呢处理处理干净 这个芯片是分胶的把下面的胶呢刮干净 拆下来之后 拆下芯片以及刮胶这个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基本功 并不是我们在维修案例里面来讲的 大家如果在这一块还有问题的话 多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视频教程 我们这里呢只是讲一些实际的维修案例 好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这个地方呢 这个1.8V的电压有没有短路 比如我们的U5411-RF这颗芯片呢 1.8V混件有没有短路 0.309是吧 没有短路正常了 那么说明呢就是这颗芯片坏导致的 那么由此可见我们之前的推论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在废板上呢拆一颗芯片下来 然后装回去就可以了 像平时我们修机的时候呢 多准备一些这样的废板 我们当拆键板来用 其实这种废板上面的这些小的这种芯片呀 它是好的还是可以接着用的 我们就没必要去买新的了 拆下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芯片上呢 上点绿油 当我们的标记点 因为这个芯片特别小 上面的标记点呢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们用上面拖点绿油 做一下标记 方便我们待会安装的时候呢 这个确定这个芯片的方向 这个确定这个芯片的方向 这个芯片是BGA分装的 所以我们需要直下锡 按直锡的过程呢 我们也就不再详解了 这些都是基本功来的 大家下去之后呢 自己去留意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些基础的一些视频 关于直锡方面的 所以直锡整个动作呢 就省略了 不再演示了 我们把这颗芯片直好锡之后呢 装回去 装到我们这台故障板上面去 好装回去之后呢 我们试机 开机之后试机 测试一下 看一下故障有没有排除 像这种常见故障 或者这种容易引起 这类故障损坏的芯片子 这种维修方法的话 我们通常呢 根据经验 几乎是可以秒杀的 很快就可以把它修复 提示未装SIM卡 点一下之后呢 好像没有再弹出来这个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故障呢 应该算是排除了 我们再插卡试一下 插卡试一下 好信号有了 然后打个电话 看一下电话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故障 它不光是提示这个 卫装SIM卡 反复提示卫装SIM卡 它还有个附带的故障就是打不出去电话 那么我们现在电话也可以打出去了 故障排除 OK 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